面对极端气候天灾、防灾、救灾的工作以及知识训练也非单一 华联水保局水保专员以及河川局防训志工 特别结合共训 所了解大规模图、大规模土石坍塌形势 也进一步认识地震、灾难的认知 极端气候的影响下天灾、地变已非单一形势发生 因此水保局华联分局这一场防灾专员 紧急救难训练也已不再仅限于单一一个单位机构或团体 水保局华联分局这一场紧急防灾研习训练 除了自身的防灾专员 这一次也结合第九个川局防训志工来共训 参加对象多元化 连延续训练课程内容也不再单一 从成大防灾研究中心博士 蔡元榮主讲的大规模崩塌灾害评估与因应 到花莲防灾 这群委员的地震自主防灾与分享 讲师藉由真实灾难影片的剖析说明 与防灾专员互动 强化他们对各类天灾的认知与因应 我们因为去年的时候我们的大规模崩塌灾害 就是已经纳入法定灾害了 就是以前是针对土石流的部分 那现在我们土石流大规模崩塌 都会同时的去做那个疏散避难预警的机制 所以今天也特别跟我们的花莲县的防灾专员 还有我们也有特别邀请到九个局的防训志工 然后有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教育训练 近年来在极端气候的冲击下 花莲县境内也出现大规模崩塌灾情 水宝局花莲分局也正严密监控中 因此这一次的研习训练也加强这课题 再者也结合去年0918强症灾害 加强防灾专员以及大众对极端灾难的认知 进一步来提升因应防灾救灾的效能 而有关大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研习训练课程 防灾专员以及防循志工不敢马虎 吸引将近80多人前来参加 记者是伊比兰的预理站采访报道 buat这种情况之后 您的角度 几乎是一步的预理站 写费送过等的预理站 这一步的预讯